17日上午由台南安南福伦社与日本剑早北福伦社共同捐赠 偏远地区行动图书车一辆及图书2000多册给予东河相公所 日本艺人田中千惠表示 自己小时候非常喜欢看书 因此对于偏远地区学童 想看书却如此的不便利 感到很心疼 自己也捐赠20多万日币提供给行动图书车计划 这次的活动让我想起国小的时候 那时候天天下课之后 天天跟朋友一起去图书馆 觉得看书就像环游世界一样 会给人很多的快乐 太原 北原 上德地区 而且这边交通也非常不便 那我们的图书馆是设在都南村 所以说三个村庄的乡民 还有我们里面的这些学生 根本就没有办法到图书馆来借书 因为台东地区属于辖长行 所以县与市的距离较偏远 因此对于东河乡的居民及学童来说 要借书来阅读的机会就不大 那么以兴隆国小来说 目前的总图书量是一万多册 对于全校有70位小朋友来说 相对资源是还蛮高的 但是绝对资源相较于都市地区 还是不足 那这个叫做国际福林基金 那它比较特别意识说 它一定要是国际跟国际 就是要找配对 就是我 所以我以前在日本 所以我找了日本建造北 来跟我们做这一次一个 捐车的活动 那为什么会捐车的车 因为我很早都常来台东 那我跟台湾接触 我一直觉得台湾很热情 台东人很热情 台湾那种非常友善 那只是他们只是边缘地区 资源比较少 那我原来到 乡长跟我们说 这边的资源比较少 那缺乏了图书 图书馆 那我们就是 就想了说 我们这个基金就会来帮我们 做一个设计一个 叫行动图书车 台南安南福人社 辗转得知此事件以后 前往东河乡公所 对于此计划提供具体的做法 便配合日本建造北福人社 申请国际配合奖助学金专案 正与东河乡行动图书车 实现打造社区 连结世界 让偏远地区学童 更有机会增进自己的知识 接触新知 东台新闻杨国柱 东河乡采访报导